好 好 呃 這是 這個主題是講如何圈養公務員 那當然 就是說圈 就是其實應該是說 如何去跟他們做協作 那在講這個之前啊 我順便補充一下前面子龍 有講到的就是 實際上如果 設計師跟聯合作到 後面的時候 他對於整個圈子非常熟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自挖坑 然後直接跳進去 就是像剛從後面有 預告 那就是一個自挖坑的概念 好 那 前面講的是如何圈養公務員 OK說圈養其實也很奇怪啊 實際上是因為 公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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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非常多相關的資料 那除了我們自己在網路上找的道理外 其實有非常多在公務單位裡面的資料是 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哪裡 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甚至他甚至沒有上線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公務員能夠願意進到 群體團體的話 實際上可以用非常多多樣的資源 尤其像 前陣子有聽到 有講到說 因為 蔡政委 就是 行政院的蔡政委 我想要推薦 就是讓 一些 各局處長 去 聽 GDP在做什麼 甚至鼓勵一些公務人員 參加GDP的活動 所以很有可能到後面 GDP會有不少公務員進來 所以才會有這個理由出現 那尤其呢 其實有很多資源 其實公務員並不知道 他到底 要來幹嘛 他可能就是這個專案做完 就沒有了 所以常常就會發現 我們會這樣想 就是 我們成功的派大新 我們只做成事 可是實際上 什麼事也沒有做 甚至更慘 所以說其實 如果說能夠把一些相關的資料 可以用到更好的層面的話 會非常的好 也因為這個樣子呢 所以其實 我們必須要讓 公務員去做一個 他們願意跟GDP做一個 很好的協作 因為實際上 很多公務員其實 已經被塑造成 考上之前 製作星 考後五年 派大新 那 就是 每一個都長得一樣 然後每一個都是 這樣 所以 實際上 你要如何讓他們 再度活化 變成製作星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好 要如何吸引他們進來 坑 那 這個就是 有賴於 各個 搶手之間 在各地 征戰 也就是到各個單位 去做一個 GDP是做什麼的 一個 相關的活動 例如說 像 對教育部 蒙點對上教育部 這個算是 惡人之的一個 案子 然後就是 前陣子呢 我有到 就是跟A5他們 有去 特色的中心 那邊的閃關 他就非常支持這一塊 那這個的話 就可以 快速的促進 不知道的資源 的一個釋放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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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 就是 其實我們如果說 他們願意放出來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拉 公務員進來 有個特色是 他們除了 派大星的狀態以外 其他的就是 他們也有可能 像阿比人一樣單純 他就只是固守在他的那個區塊而已 所以他會覺得很難 就是 我在這裡住得好好的 我為什麼要踏出這一步 好 但是呢 實際上 如果讓他們領略到 他們的東西 可以做什麼的時候 他手上拿東西 就會照耀他認為的那個 他所關心的領域 那 那 甚至有很多公務人員 其實他身上 你要想說 他其實事物上 是很努力考進去的 他其實可能有一些 很神秘的特殊能力 是沒有展現出來的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那 然後呢 另外一個 還有重點是 在這一些 活化過程中 可以減輕他們的 壓力 有些他們的壓力 實際上 他們會認為是 他的 這種感覺就像是 魔戒一樣 那是他的壓力 甚至 他會認為他是他的寶貝 他一直背著他 其實有很多公務人員 他會把他想做的東西 握在手上以後 到他退休 帶進棺材 然後 這個東西 就再也沒有再出現了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鼓勵讓他要把這個壓力 這個寶貝釋放出來 也非常的重要 OK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進去淋浴的時候 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 孤單情莫絕的呢 這個情況呢 其實因為我們當初 剛被龍尼王拉進來的時候 我站在 食物裡面 食物裡面 然後想說 嗯 最近就是吃飯嗎 就是那種感覺 他就說 我到底要參加什麼啊 是後來就是在 下午的Present的時候發現 欸 早上提的東西怎麼下午 就我 就我那個成果了 喔 我整個驚呆 你知道嗎 就是 哇賽 這種成效公文就是 如果在公務大陸就是 早上開完會 過了一個月 啊你做好了沒 嗯 要做什麼 就是 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是比較誇張的事情 所以 他們會有這種 適應上的問題 尤其是因為他是去中心 沒有人命令你做什麼事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沒有人 所以他會 啊我到底要幹嘛 這種事情可能會發生 然後就是 蛤 就是 當你 講到就是跟資訊相關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說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就是 就像這樣子 你看不懂某個專業名詞 然後到Wiki上面 又看到更多不同的專業名詞 我舉個例子 像CCBuy這些授權的東西 如果你跟很多公務員講說 他會想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是聽不懂 包括我一開始我也不懂 然後呢 政治他們會有一些很神秘的要求 就是 你有沒有辦法做像Google那樣的按鈕 按下去什麼都有 那其實呢 我們還是需要他的Data 甚至 因為他可能知道一些東西 所以他可以從這些複雜Data 開出一些特殊的門 然後這個問題是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的專業跟 我們就是 工程師之間的距離 跟設計之間的距離 是有的 所以必須要讓他 可以知道距離別做什麼 拉近這個距離 還有就是 有的時候他會覺得說 他把他原有的東西打散 再組合 是一個他不能接受的 我們就需要解除他那種 不能接受的感覺 另外就是 這個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是 有一些 工程師或設計師們 其實有點抗拒就是說 他有可能會去做收割的動作 就是他跑進來提案 結果他把這些東西收回去說 這是我做的 那必須要讓這些工人 必須要讓他知道說 這些東西是對 他想關心的這些東西是好的 而不是那是他的 也就是 這個收割動作 很有可能勢必在後面會出現 所以大家不要特別注意 讓工人覺得他做的東西 這也是要對大眾是好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不然的話就會變成一堆 莫名其妙的交集 那就可不可以 是 是 是 OK 那還有困境就是說 有些單位他會自己 因為例如說 假設有國防部的人跑進來 他自己會有個單位限制 他會有一些很麻煩的東西 這些大家必須要理解 他有他的困境 還有他自己的一些限制 他會怕 什麼東西出來不好 所以這必須要多方的討論 什麼東西可以放出來 什麼東西他放出來 覺得有疑慮 然後再來就是 他做這些東西 到底目的定位是什麼 也非常重要 讓他可以知道 他要做的定位到底在哪裡 以上就是 如何勸言公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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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